装的時候JDK 你會發現他9 就是9點幾的 沒有支援那個 32位元可是你下面 他有那個什麼 他有8的8U的這個 8開頭的是有 所以其實你下載剛剛是沒有那個32 你可以從這邊下載JDK 那這邊底下就有 有沒有就是 i586的i586就是32位元的 這邊也可以下載 你可以點擊這邊 然後一樣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這個Java環境是一定必要的 如果你要執行Eclipse沒有裝這個東西 很抱歉不能執行 一樣啦如果Eclipse 你是下載64位元的話 那記得你就是 要下載64的 兩個是要Match的 那OK好之後 我們再把它執行起來 理論上 他應該就可以被執行 執行完之後的話呢 我們還需要再做什麼事情 一般現在就在跑啦 因為你背後如果有裝了JDK的話 他就可以順利被執行 那這個OK之後的話 那一樣喔 我們剛剛這個地方 然後 剛剛的 雲端上也有我剛剛的畫面 再來就是說呢 安裝一個專門為那個Jungle 專案開發的外掛 這個外掛是在Eclipse裡面裝喔 所以裝個方法 因為你如果沒有裝這個外掛的話 你在啟動Eclipse的時候 它不會有那個新增專案 它預設是新增專案 是新增那個Java的專案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要新增的是Jungle的專案的話 那需要有一個Eclipse的外掛 提供給它 你就可以去選取 還有我剛剛講過喔 後續如果說 你不希望是用下指令的方法 在寫Jungle程式的話 那你可以裝這個外掛 因為這個外掛意思就是說 它可以利用一些點擊的方式來取代下指令 所以這個會相對的簡單許多 那怎麼樣把這個外掛裝上去 第一個 把Eclipse啟動起來 啟動完之後 在那個 它這個畫面 我這邊有一個畫面 因為它這個跑的實在有點太慢了 把它放大一下 在這個Eclipse的環境下面 那不過我這邊是用中文化的版本 它這邊好像應該 叫什麼 叫 Hellpa之類的 找到有個Install New Software 就是我要安裝一個新的 新的外掛 然後再來就是把那個外掛加進來 再讓它跑一下 這個外掛就掛上來了 那第一個 它會問你說 請問一下 你這個 將來的專案要放哪裡 Workspace 那我還是建議 請你把這個改一下 本來是放C對不對 請你把C改成D 後面的話呢 User這些拿掉 然後呢 Eclipse把它改成什麼 我建議是把它改成Drangle 這樣的話以後 Drangle的東西呢 就通通放在這邊 然後加一個底線 underline 好 就是 它會在我的D疊底下 幫我建立一個目錄 叫Drangle的Workspace 以後你的專案 你做好的Drangle的網站 那都會放在這裡 按個Lunch OK 這個很重要 你如果沒改 它這樣也是會預設 放在那個C碟底下 那進到這個畫面裡面之後的話 再來就是安裝那個外掛 外掛完了之後呢 其實我們這個環境就ready了 不過光這個也做了滿久了 等於是我們用了四套軟體 有沒有 Python Jungle Eclipse 跟Java 那 這些都一次性的啦 下一次不用再裝啦 它啟動之後就長得像這樣子 你就直接把Wirecam這個關掉 它就進到我們這個畫面 應該很熟悉啦 只是說目前是英文的環境 那你再到Help 找到什麼呢 Install new software 加一個外掛 外掛add一下 那特別注意 外掛的路徑 它會到網路上抓 請你把這個底下 特別注意 我把字放大一下 這邊有一個路徑 把它Ctrl-C一下 這個網址就是我要裝的外掛 把它Ctrl-C之後 貼到這邊 然後呢上面也貼一樣的名稱 反正上面名稱不是很重要 然後按OK 就這個網址 這個網址就是抓到Jungle的外掛 掛在Eclipse裡面 然後把它按OK 這時候呢 它就會幫你去網路上抓 抓什麼呢 抓那個外掛部分 然後把它打勾 打勾 OK 這兩個 通通把它打勾 下一步 一定要掛這個 如果沒有掛的話 是不是這些 是下一步 然後要不要同意 這邊要同意 這個 Accept 然後Finish 好 這個時候的話 就掛上去了 那未來掛完之後呢 你才有辦法在這邊 New一下 現在是Java的對不對 以後呢 才有辦法看到 是Jungle的專案 OK 這樣就大功告成了 可是 時間好像也剛剛好 只是說它有沒有Walk 我還不知道 不過因為時間關係 差不多了 理論上 如果你做完之後 這些都跑完之後 就這個畫面 它會出現這個 有沒有 這個Jungle的Project 點擊它 那當然你也可以建一個專案 建立好之後 直接執行 執行 你就到那個 你的瀏覽器裡面 輸入這個網址 會看到 X Walk 表示說 恭喜你 你成功了 你已經把這個環境弄起來了 那就是 這個階段就完工了 那再來後面呢 就可以開始 開發Jungle的專案 OK 那這裡的話我想 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今天呢 我們也 很快的 把這個環境 大概介紹一下 因為時間的關係 沒有辦法 後面東西可能 還是 因為光下載 那些相關的東西 很花時間 所以回去請各位 再把這些東西 花一點時間 全部一個一個 把它兜在一起 那下一次上課的話呢 當然我也會把 我已經做好的環境 分享給各位 那但是 其他的東西 恐怕 還是要做設定 下一次上課 我們再來把那些 可能有些細節 再講一下 OK 兩件事 一會兒 填 有些細節